251 中華工商時報 互聯網金融發展優勝劣態 2015年7月22日主題評論03趙約行18日 十部委聯合印發了關於促進互聯網金融健康發展的指導意見 《銀法2015-221》以下簡稱指導意見 研究認為 此發規政策中極了互聯網金融無監管時代 該指導意見對P.E.P.網絡者態 股權的W.網絡支付等 目前互聯網金融領域的主要業態形成比較明確的監管原則和規定 其中數量最大的股權的W.的監管機構為中國證監會 不者觀察 作為互聯網金融領域中的股權的W.模式 其實際上面臨著較大的挑戰與風險 據2015年中國的W.行業半年報顯示 2015年上半年我國的W.平台總數量已經達到211家 其中53家屬於2015年上半年新誕生的平台 成功募集46.66億元 而從平台數量而言 股權的W.的平台數量達98家 為最多 股權的W.領域外的平台企業量有不齊 發展中風險不斷體現P.E.P.平台更是跑路不斷 問題重重等 不者觀察認為 此次為監管框架性指導意見 將有效推動所有行業從業者的自律和規範性 存在虛假交易、集片、智融等平台將面臨比較大的壓力 行業將會面臨大的洗牌 會有90%的平台面臨關門或者轉型 從股權的W.平台發展來看 作為網絡金融數量最多的體量 實際上有面臨著一定的風險 去年中國證券業協會起草料思務 股權的W.融資管理辦法 施行 徵求意見稿 明確 股權的W.平台只通過互聯網平台 互聯網網站或其他類似電子媒介 為股權的W.投融資雙方提供信息發布 需求對接 協助資金或轉等相關服務的中介機構 此次指導意見的出台 明確中國證監會為監管機關 可以預見 監管方面將體現相對嚴格 因此 不者認為股權的W.領域外將體現嚴峻的經營形勢 體現更加明顯的優勝劣態格局 從股權的W.的概念來看 其是指公司出樣一定比例的股份 面向普通投資者 投資者通過出資入股公司 獲得未來收益 這種基於互聯網階道而進行融資的模式 被稱作股權的W. 另一種解釋就是股權的W.是私募股權互聯網化 在我國現實運營過程中 股權的W.的出現實際上也就是這幾年的事 法律與規定的缺乏 使得其在爭議與創新裝成為焦點 不者認為儘管作為新生事物股權的W.總是問題不斷 但無論是經營模式 還是經營理念 或投資需求 其大的發展方向仍是值得肯定的 第一將股權的W.牌照的落地後 阿雷 京東 騰訊 平安 曼達等國內之名大企業 W.產業進入了快速發展軌道 同時 不者觀察發現 此次指導意見終極了領域外務監管時代 但它因同時鼓勵銀行、證券、信託、保險及金融機構等參與 在重規口管理上出現偏差 沒有統一的監管 這或是由中國目前金融監管現狀所體現的特殊現狀導致的 比如互聯網支付、網絡者貸、股權的W.融資、 互聯網基金銷售、 互聯網保險、 互聯網信託和互聯網消費金融等分別由不同部門監管 多頭監管的最大問題就是可能產生保護主義 監管推託或效率較低 這在國際金融市場上是很難想像的 儘管如此 指導意見在目前階段還是有積極的意義 首先 在法律、法規及相關定位將有利於保護投資者利益 從黨中央、國務院及十部門聯合下 發意見的高度及配合相關法律法規出台 都將市股權的W.合法化、陽光化 有利於在法律層面保護投資者利益 其次 有利於中小企業直接融資 不者發現 通過股權的W.融資的企業主要集中在中小企業 目前 僅北京全國股權轉讓系統 深圳前海股交中心 上海股交中心三家掛牌的中小企業數量 已突破1.2萬家 加上全國各地的區域股交中心 可以說全國中小企業股交市場的中小企業掛牌量數目驚人 因此 股權的W.具有極大的中小企業市場 如果法律層面推出完善 將市得中小企業直接融資渠道大為拓展 最後 有利於合法股權的W.平台的發展 的W.行業前景逐漸明朗化 有利於合法平台的發展與優勝劣態 不過 從另一角度來看 無監管轉變唯有監管 實際上並不能使問題終結 相反體現風險的形式更加複雜與殘酷 正如股市監管中也有股災一樣 首先 DW.平台良友不齊 問題較大 比如今年5月12日就開打了首例股權DW.糾紛案 同時 我們從全國此類平台來看 一些同時從事P.E.P.網貨業務加股權DW.的公司 跑路與爭議 糾紛較多 甚至有一些具有典型的非發雜之痕跡 其次 投資合同的不完善性 比如 股權DW.實際上就是投資者與融資者之間簽訂的投資合同 我國的股權DW.多採用領頭加跟頭的投資方式 如果領頭人與融資人之間存在某種利益關係 便很容易產生道德風險問題 領頭人大領連H.跟頭人向融資人提供融資 若融資人獲取大量融資款後面存在極大的圖利可能 或以投資失敗等藉口讓跟頭人嘗下苦果 最後 足及公開發行證券或非發雜之紅線的風險 股權DW.的發展衝擊了傳統的公務與私務界限的劃分 使得傳統的線下籌資活動轉換為線上 單純的線下私務也會轉變為網絡私務 從而接觸傳統公務的領域 在互聯網金融發展的時代背景下 公務與私務的階限逐漸模糊化 使得股權DW.的發展也開始觸及法律的紅線 總體來看 指導意見為互聯網金融在2015年 提供了全面發展政策與監管 結束了無監管時代 可以預見 優勝劣態的步伐也將隨之而來 可以預見 多部門的監管往往可能帶來市場效率的降低 但中國互聯網金融畢竟在法律法規層面向前賣出了重要一步 不者預計 未來我國互聯網金融領域外的競爭 機會與風險將分化體現投資者要清醒認識到資本的嗜血性與俗利性 傳統金融資本如此 網絡金融也不會例外